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日本战国群鹰 我们上次讲到知天信长收服了北义士,降服了神护甲以及观生信 那么下面信长,他的目标就是南义士的北田甲 北田甲当时的家主叫做北田居教 北田居教在日本战国史里最出名的是他的建树 他曾经求学于伊士的建圣,种源普传门下 普传传授给他当时入到新当流的秘传,伊兹太刀 因为北田居教,他建树上的名气很大 所以著名的建圣,西音流的上全信刚 也曾经特意到伊士,与他比数建树,以求胜负 后来呢,上全信刚,以西音流的建树,与北田居教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那经过上全信刚的介绍,北条居教还和柳生宗言进行了比试 居教以其高潮的建树击败了宗言 但是建树高和是不是一个厉害的大名,没有必然的联系 北田居教呢,可以说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大名 但很可惜,他的对手是信长 在信长攻略北伊士的时候,南伊士反信长的势力非常的兴旺 公元1569年5月,南伊士的木造城主木造居正 被知田家的手下,著名的谈判专家隆传一役 给说服了归顺知田家 木造居正其实是北田居教的亲弟弟 他一人是北田家里边主张归顺信长的 主要起手 因此呢,他也遭到他哥哥北田居教的指责 在得知了自己的亲弟弟归降信长之后 北田居教,气得在大河内城大发脾气 他怒不可及的将木造居正 留在大河内城的人质给当场处死了 然后他还不解气 所以就亲自率领了一万六千人 出城去攻打木造城 信长得到消息以后 本来他打算亲征,一举攻占,一势全境 但这个时候,古丁信玄准备入侵远疆 信长分身伐术 就派龙川一役支援木造城 那北田军就被龙川一役给击退了 北田居教只能退回到大河内城防守 大河内城是在一市中央的大河内厅 在一百一十五公尺高丘陵地带 它的城北和城东都有河流 而西侧和南侧是有深谷 就形成了一个自然的 地形非常有力的防卫要塞 这个城池位于山顶的本丸 与位于最高部的西丸 中间隔着一个叫做腹蛇谷的山谷 所以说地形啊比较独特 当武田信玄的威胁解除之后 信长在公元1569年8月20日 率领号称是七万大军杀向了一市国 打算一举拿下南一市 那信长就包围了北田居教的大河内城 信长攻略的一个特点 就是围主城 然后再把支城一个个的攻占 这样就断绝了主城的希望 也给主城的守卫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那信长包围着大河内城 他就派了封城秀吉去攻占松板城 松板城的城主叫做大公入道 他率领一千成兵完成守城 当时大公入道的儿子叫做大公警联 他拿着弓站在城上 射杀支田军的士兵庶人 封城秀吉一看这种情形 亲自出马到阵前指挥进攻 结果大公警联弯弓射箭 一箭就射向了封城秀吉的胸口 但是因为用力过猛 拉断了弓弦射中了封城秀吉的左腿 封城秀吉当时忍痛将箭拔出 指挥军队封破了城门 松板城致死陷落 而大公父子双双战死 根据日本战国史料记载 这是封城秀吉从军生涯里 唯一一次受伤的记录 这个时候围困大和内城的信长 两边的兵力对比是 支田军五万人 而守城的北田军只有约七八千人 而在信长的军中群星璀璨 后来有名的柴田盛家 丹羽长袖 龙川一翼 道业一铁 持田信辉 前田立家 左有监信盛 左左城镇 这些人都在镇中 就连信长后来最赏识的女婿 普生士香 这时候只有十四岁 她也在支田军中 信长很会围城 她先把大和内城 城外边的城下厅全部都烧毁 然后将部队分布于城的四方 城周围以三重的木栅团团包围 彻底切断了大和内城与外部的往来 但是因为大和内城特殊的地理优势 一手难攻 支田军无法立功 而北田军呢 也是顽强抵抗 甚至多次冲出城来 突击信长的本阵 因此 这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长期的工程守城战 当然对于支田方来说 是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掉大和内城 所以龙川一率领了三千人 试图由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辐射骨 偷偷的攀爬上去 攻击本丸 结果爬到半截 被城兵发掘 城兵大喊 说城危险了 连本丸的女人和小孩都拼命的一边哭喊 一边跑来参加守城战 结果偷袭不成 变成了强攻 铁炮 箭矢 竹枪 石头 木材 纷纷的从本丸倾斜而下 结果正在攀爬的龙川一一的部队 纷纷的掉落谷底 最后只能狼狈的撤退 据说战后 掉到谷底 支田家士兵流出来的血 像一条血色的河流 这一仗 日后被称之为 腐蛇骨的血决战 围城围了五十多天 信长久攻不下 只好提出了河潭 那对于北田居教来说 实力相差巨大 而且他外无援兵 所以呢 北田居教也借迫下驴 提出了降服条件 最终降服条件是 北田居教的儿子 北田居房 收 信长的二儿子 支田信雄 作为养子 而北田居教的女儿雪姬 嫁给支田信雄 日本战国的时候 这个亲属关系比较混乱 也就是说北田居教 既是支田信雄的岳父 又是信雄的养祖父 那这个政治联姻确定之后 信长认为 伊士国被平静的目标 已经达到了 第二年公元1570年 13岁的支田信雄 正式成为北田居房的养子 并且娶了北田居教的女儿雪姬 改名为北田居风 北田居教也于同年的五月出家 改名为不治斋 在三赖谷隐居 当然北田居教 并不甘心自己的家业 彻底拱手让给支田信长 所以公元1573年 在武田信玄进军三合国 与德传家康交战的时候 对信长怀有不满的北田居教 在三月份 派遣鸟屋为满容 走水路到三合 尝试和信玄缔约 表示将协助武田信玄 对抗支田家 但一直到信玄 因命去世 北田居教都没有举兵 公元1575年 支田信雄正式继承了北田家 成为新一代北田家的家主 而支田信雄 当上家主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就将北田家的主城 从大河内城 转移到了田丸城 看到支田信雄 当上北田家的家主 北田居教 自然是怒火中烧 公元1576年 他派遣 鸟屋为满容 作为使者 去给信长赫年 那么鸟屋为满容 以信长 并非自己的主君为理由 礼数甚为不周到 再上之前 北田家曾经想 暗通武田家 这就使得信长 起了杀心 为了对付北田居教 信长在公元1576年 召集北田家的众家臣 包括藤芳昭成 长野左京进 澳山之中 龙川雄历等人 商议要如何 一劳永逸的 清除掉北田家 但这些北田家的家臣中 澳山之中 不愿意反抗信长 但也不愿意伤害 救助北田家 所以就称病 不加入这个计划 藤芳昭成 虽然加入了计划 但是不愿意亲身 对付北田家 所以只派出了家臣 作为代表 在信长和支田信雄的指使下 这些人制定了计划 他们首先策反了北田居教 身边的近视 佐佐穆斯郎又问文位 在公元1576年 10月25日 他们对北田居教 发动了袭击暗杀 虽然佐佐穆斯郎 用长枪突击北田居教 但是他并没有得手 因为北田居教 毕竟是剑术大师 但是混乱中 北条居教的儿子 和他身边 忠信的大臣和侍卫 纷纷被杀 北田居教 手持太刀 力战支田军300多人 斩杀了19人 关于他的死 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他的刀 被背叛他的心腹搞坏了 最终被刺杀 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他在斩杀19人之后 跳上石台 自尽身亡 还有种说法呢 说他实在太厉害了 支田军最后 是拿火枪将他打死 但北条居教 他的神勇 在日本的传说中 叫做天爵百人斩 支田信雄 的确可以说 是心狠手辣 他一旦大开杀戒以后 就彻底的斩草出根 同一天 他将北条居教的次子 长野居藤 三子 北条亲城 以及女婿 召集到了田门城 然后他安排人 进行了伏击 将这三个人 全部杀死 北条一族 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 大河内教通 因为生病 在田门城疗养 知天信雄 也不放过 将其杀死 另外一同复死的 还有北条居教的 亲家 板内居房 而北条居教 长子 北条居房 也就是知天信雄 名义上的养父 则被送到了 龙川一役的长岛城 进行监禁 知天信雄的妻子 北条居教的女儿雪姬 也被逼自杀身亡 北条居教的首计 在他被杀之后 本来是打算 送给知天信雄 典验的 结果被他忠义的家臣 知山秀石 和大功都去玩 给拦截夺回 后来被埋葬在 御所尾山 为了斩草除根 知天信雄又派出刺客 去杀死 多亿城主 北条正城 但北条正城 先一步察觉 反而杀死了刺客 并且逮捕了 想在城下放口的奸细 然后召集 其他忠心于他的家臣 率领数百城兵 分手四门 知天信雄就率领着部队 前来进攻 但是被北条正城击退 甚至北条正城曾经想过 要趁机反攻田丸城 但是这个时候信长 派遣了封臣秀吉 率领三千人来源 北条军 二十八位将领 立战而死 城内的守军死伤殆尽 北条正城 在城内自杀 在得知北天家一族 全部被害之后 北天家的家臣 藤方昭成的父亲 藤方庆尤 对于自己儿子 不义之举感到愤怒 投井自尽 而另外一位家臣 之前称命不出的 澳山之忠 在事后 虽然获得知天信雄 加封了三千代的领地 但是对于北天一族的灭亡 感到歉疚 将领地归还给了知天信雄 决定替法出家 那知天信雄为了笼络人心 就号称他感动于 澳山之忠的忠义 就仍要赐给他三百弹的俸禄 但澳山之忠坚持不受 前往西来寺修行 知天信雄名义上养父 北天居房 后来被龙船一役 幽闭在安东郡河内 三年之后死去 知天信雄就彻底控制了 一世国 不过北天家的反抗 并没有停止 北天居教的三弟 本来已经出家 担任奈良 兴服寺 东门院院主 但是在北天一族遇害之后 还俗了 改名为北天居亲 他潜入伊贺国 召集了川谷 小山户 阿曾 等一些豪族 以及原来北天家的家臣 鸟屋为宛容 在公元1577年 发动了一窥起义 举兵对抗知天家 知天信雄和北天居亲 发生了一系列的交手 公元1577年春季 北天居亲 试图在川宇古一带 铸城 那么知天信雄率领着龙船一役 龙船雄历等人 前往攻打 经过一昼夜的交战 双方不分胜负 最后经过谈判 居亲方交出了城 撤军 但是毕竟在实力上 双方面差距过大 知天信雄率领他的军队 一路猛攻 将北条居亲 掌握的城池 一一拿下 同时呢 知天信雄 也和他父亲信长一样 善于分化和瓦解对手 所以依附于北天居亲的那些豪族 也纷纷地归顺了知天信雄 最终 鸟屋为婉容战死 而北天居亲 逃往了背后国 后来依附于毛利家 北天家至此 退出了战国的舞台 信长掌控了伊士国之后 那么信长这个时候碰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也就是将军足利一招和他的关系迅速的恶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日本战国室的研究认为足利一招是信长的傀儡 但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 足利一招和信长两个人相当于互相借重完成的上落 一招需要借助信长的武力回到京都 而信长呢也需要足利家在京都的根基 来完成自己上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的目标 那么在他们俩完成了各自目标之后 他们合作的基础就薄弱了很多 足利一招这个时候想的是恢复视听幕府的掌控权 而信长则是天下不武 因此两个人的理念上就发生了冲突 实际上足利一招对于信长的魅力 以及沙坡决断还是颇为敬佩 但是现实让一招不可能一直依附于信长 当然一招也曾经想过要拉拢信长 想让信长担任副将军 以及兼任管领的职位 这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 但是信长已大意回绝了 那一方面信长拒绝了一招的进一步拉拢 但另一方面呢 一招发现自己的手下纷纷归顺于信长 比如说明珠光秀西川藤孝 而信长也安排了风神秀吉 在京都监视一招的日常生活状态 经过几个月的较量之后 在公元1570年 信长向足利一招宣布了电中预定 共计是九条 那么其中最重要的是五条 所以史料中也称之为五条书 这五条是 一 此前将军颁发的诏令全部作废 二 凡将军颁发的重要文件 都要有信长一同签署才能生效 三 对臣下的赏赐 全权的委托信长处理 四 天下的事物信长有直接的决定权 不需要征得一招的同意 五 天下安定之后 一切的礼仪规章 时刻不能疏忽大意 信长通过这五条 完全架空了一招的团队 他直接否定了 作为幕府将军的一招 独断下达命令的能力 监控了足利一招 与其他大明的联络 甚至要求一招 不可以拿不属于足利家的领地 来褒奖家臣 而在此之后不久 信长又追加了七条诏书 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足利一招只好咬牙承认了 可这信长的步伐 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放缓的迹象 他要明目张胆地讨论 制定关于皇家住所改造项目工程 安插自己的人进入到幕府的内部 对于赴税姚毅进行横加干涉 因此足利一招和之前信长两个人 在权力上的争斗逐渐的升级 由阿尔地里的战斗 开始走向台前的白热化 而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 信长包围网的成立 反对信长的各路势力 开始蠢蠢运动 相互勾结 信长很快就迎来了他人生中一次大的挑战 这就是金旗撤退战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继续的讲